總統那晚上開決策會 是不是擔心迴避要迴避違憲 面對鏡頭蔡總統笑額不達 決策會尚勿至今 一把抓的模式 昭示外界批評 連自己提名的司法院院長 都主張有違憲疑慮 徐老師您認不認為蔡總統 應該繼續 這個所謂的執政協調 會議下去 我覺得確實是值得 進一步去考慮 現在傳出為了迴避違憲 往後的時間將對調到 晚上行政立法便當會的時間 對此服方澄清 只是改為原定時間 並非迴避違憲 蔡總統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沒有違憲的 沒有 你認為是沒有違憲的 這是你的說法 我們只要看到你 小英政策協調會 有沒有違憲 兩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見解分歧 體制外的跨籍決策 民進團體卻不願買單 炮轟根本是 為求效率開外掛 不但讓黨籍立委 在黨籍約束下被決策 淪為橡皮圖章 更讓憲法分權監督的作用 失去效力 民團認為在修改 總統職權行使法之前 應該停止開會 要求蔡總統到立院被巡 現場設計有看到 命闢吸盡的結果 很可能反而不得欺負 這是一個總統權力 無限擴張的現行劑 院長的這個職位 蔡英文總統想兼任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他當然也應該到立法院 來接受備詢 藍尾直言在權力不對等下 瑕疵著黨藝的蔡總統 即使沒有直接下令 透過實質影響力 同樣能排版決策 無限擴張的職權 即使迴避再也兼租 恐怕也經不起人民的檢驗 記者 張卡亮 張有軒 SNG小組台 報道